兩季 半年的時間都 這個抗體效價都還是維持得相當的不錯 那此外 除了中二抗體以外 其實在我們的抵抗 力裡面還有一個叫做細胞性的免疫力 那這細胞性的免疫力 通常比較不是那麼簡單 可以偵測的 那所以 這裡面當然專家們也會提到 那或許你抗體看不到了 可是你這個記憶細胞 這個免疫的記憶細胞 那還是可以非常活化 那一旦碰到新的病毒進來 很快就被火化起來 還是可以有適當的保護力 所以這個部分 確實我們還需要有更多的 相關的這個研究跟科學的證據 所以第三劑當然是 確實是 前前也跟大家提過 一部分是對於針對是不是有可能會有 變種 病毒 那原來的保護力確實是會有下降的 一個狀況 而需要再追加第三劑的這個想法 那這當然也是 確實又需要有更多的一個實證 的資料 那看我們是不是真的打了這樣的 第三劑 會對於其他的變種病毒 也都可以有足夠的保護力 那這裡面當然第三劑的選項又有不一樣的 考量 用原來的 疫苗一樣打第三劑 還是用一個新的一個 不同病毒株的一個所製造的 另外一個疫苗來打第三劑的最佳 注射 這其實一直都在這個 大廠或者是學術機構 也都一直在研究 在 討論當中 然後這確實也還沒有 完整的答案 那我們也是需要等著 更多的一些研究 也告訴我們這些最後的一個 結果 我都講說 在這裡面 在開始啟動 我們還希望 就有相關的一個供貨的證明 那確保就是說 有相關的貨可以來 那才來考慮 不過在目前來講 我還是講 就是說 這一次 我們三個團體的努力 購買的量 其實對 台灣來講 關係在進貨的一個時程 而在總量來講 我們是 總量是會夠的 總量是會夠的 那明後年的疫苗我們也都買了 也不是買的 我們在進行在買了 那所以在這段時間 我們還是努力的 把怎麼樣的疫苗的施打率把它提高 那把我們的防疫新生活做好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